我叫黄艳芬 我嫁给我老公以后吧 就随夫姓 我还是把我中文名就是沿用下来 因为我觉得我的一生到现在 我的那个勤奋这两次伴随着我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这是原本的我 我就把艳芬这个拼音 中文拼音沿用下来 我的德文名也叫艳芬 我是1992年12月的时候来的瑞士 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在上海 我认识我先生 一开始觉得瑞士 就是说跟我想象当中的国外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我来瑞士以后 有可能我碰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很多来瑞士的中国人 都普遍碰到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时间久了以后会觉得很寂寞 第二个就是说是觉得这里的物价很高 为什么觉得寂寞呢 一个就是我一开始来的话 我不工作 做家庭主妇 我来之前是一个职业女性 特别是这里的话 星期六的话 商店都是到四点就关门 星期天的话更是那个 城里的那个繁华大街上 看不到一个人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觉得物价贵 物价太高 咱们来这里的话 跑到超市一看 总是会把他的标的价格 会换算成人民币 然后的话就会觉得 这是好贵的一个东西 在瑞士的话我也融入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很关注我们国家 自己的祖国的发展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好 然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越来 就是人民币越来越国际化 中资银行也办到那个瑞士 当地来 虽然瑞士银行也很大 我来建航才一年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 对我来说啊 我觉得我的任务 就是要起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因为我是来自中国 我对中国人的思维文化 我都很熟悉 但是我也在瑞士生活了24年 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任务 就是说我要把外籍员工 和内派员工 他们拉到一起来 因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 有很多的差异 有时候也会有那个沟通上的 理解上的差异吧 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话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了当 他有时候他直接了当 就跑过来跟你说 你刚才做了什么什么不对 然后他说完以后 他就走了 你还在那里生气 第二天他看到 又跟你打招呼了 所以我总是跟我们内派员工说 他们是对事不对人 咱们的话也要学会能够他们所谓的好的 那个建设性的意见 咱们要能够接受它 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真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但我总是说 我一定要做下去 因为这是现在咱们是第一家 在瑞士的那个清算行 我一定要把我的经验用上去 然后让中西方文化能够很好地沟通在一起 我们下期と可以把打招呼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